我們有兩個陽性個案 加上有兩個初步陽性個案 應該是有兩個陽性個案 加上有兩個初步陽性個案 都是在這間餐廳吃過東西 一個陽性個案是12754 他和兩位朋友在12月31日 8點50分至9點50分 在這間餐廳吃過東西 另外有一宗個案是12767 就是今天確診的個案 他在屯門住在北國上班的那個 都查了記錄在12月31日 9點多鐘都在這裏吃過東西 他們坐在兩台 一個坐在卡位 一個坐在中間的位置 都相隔有1米左右 我們請到袁國勇教授 幫我們看看傳播的情況 我們懷疑在12月31日 12754在那裏坐在那裏吃東西的時候 坐了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就是有機會把那個病毒 傳播了給12767的 請袁教授講一講 多謝衛生防控中心邀請我 和這個機連工程處 來這裏作為一個勘察和調查 看看究竟為何會在這裏 有一個群組的COVID-19出現 我們第一件事最緊張就是究竟 現在在屯門住那位 做測量師的市民 究竟為何會惹到這個新冠病毒 一開始就懷疑了 因為她在這一區上班 她是經過這個 在這個維多利亞公園見過那位 可能在那裏做這個 廣場舞那位跳舞那裏 那位太太在那裏惹到 但是我們覺得這個機會真的不大 因為她下車和走過這個維多利亞公園 那個時間呢 她接觸的時間很短 加上距離20米 但是後來現在發現 原來那位做測量師的市民 她是曾經來這個餐廳那裏吃早餐 同時是會和這位 原本是跳舞的 在維多利亞公跳舞的 她都是在這裏吃早餐 而那位女士呢 可能是跳舞之後在這裏吃早餐 在這裏逗留了一個小時 其中有15分鐘是和這位做測量那位病人 是有接觸的 而且她們坐的位置也挺近 那我們就問一個問題 究竟為什麼會在這間餐廳裡 已經做了這麼多防疫措施 有這個空氣清新機 也都是有空氣先鋒的系統 為什麼這樣都會感染到呢 我們來到看過呢 我們就開始明白 第一就是在那早上早的時候 當她們剛上班 她們還沒有在廚房開鍋煮東西 她們只是煮一些很簡單的早餐的時候 是沒有開過先鋒系統 換句話說 早上是沒有先鋒系統抽氣進去 而廚房煮大餐那些也沒有開 她們將它開一個小的抽氣系統 是做三文治做一些普通炒蛋那些東西 於是那個空氣的先鋒的轉換是不夠的 她們只是在那裡一早回來 因為還沒吃一個中午飯 還沒煮晚飯的時候 只是開了裡面的冷氣 而那些冷氣是self recirculation 只是將空氣不斷循環去制冷而已 就不會幫它換氣的 在這個情況之下 換句話說幾個餐廳裡面 最主要令到空氣能夠有轉換 或者有這個潔淨就是靠空氣清新機 那是不夠的 那大家如果看這幅圖你就知道 基本上那個 那個病人 即是播毒那位病人 坐在角落頭那裡 而那位surveyor 受到感染的 就坐在這個位那裡 而我們發覺呢 我們做過煙霧測試 就發覺那些空氣呢 從這個位置到這個位置 就不停地在角落頭那裡循環 就沒有被外面的先鋒帶走到 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就可以解釋到 為什麼那位做測量師那位病人 他只在那裡逗留了15分鐘 已經是感染到 那當然跟他坐在那裡 另外那兩位人士呢 他們全部都感染到 因為他在那個死角位那裡 而那個空氣流動在那裡 是很差的 那就解釋到這次的情況 那找到這個病例 他為什麼在這裡會感染到 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暫時香港都還沒有一些個案呢 是源頭不明的 因為我們現在找到 哦 原來這位做surveyor 做這個測量師這位病人 他原來接觸到另外一位病人呢 是跟那位空姐有關係的 那我們知道機組人員 他們感染了 在外地帶回來 而他帶回來給了他媽媽 他媽媽呢 是來這裡和兩個朋友吃早餐 因而感染到那位測量師 所以這個重要 這次是很重要的 就是暫時 看起來香港還沒有 源頭不明的個案出現 但是就算是這樣呢 現在的防疫措施都是需要的 因為我們知道這幾位病人呢 他們很多活動呢 去過很多餐廳 去過很多地方 我們知道Omicron這個病毒呢 它的傳染性很強 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呢 如果我們不加強這些 增加社交錯誤的防疫措施呢 是未必會控制到現在的疫情 我要講的是這麼多 你們問問題嗎 其實現在找到源頭了 沒有源頭不明的 香港還會不會爆發這個地方 我剛才講過就是 因為他們去過太多地方 他們接觸的人太多 所以就算現在暫時 沒有源頭不明的個案 那些所有的社交距離措施 增加社交距離措施 都是有需要的 都仍然是有需要的 因為如果我們越早實施這些措施呢 那個疫情可以被控制 農曆新潛之前 開的機會越大 都想問回原源頭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家餐廳都不大 那坐在旁邊的人 是不是都會有這個危機 就是感染的危機在那裡 還有那個時候 其實有多少個客人 還有大概多少個人 待會等張醫生講 基本上我再講一次 所有新冠病毒群組感染 差不多主要 絕大部份 都是在一些環境 是大家脫下口罩 那大家脫下口罩 大家都知道有什麼情況 就是吃東西 在食肆或者酒吧 或者是你去做健身 你的氣 好像我現在的氣都不是很夠 那時候你脫下口罩 那自然就很容易 將那些病毒釋放出來 在那些微粒裡面 那些微粒就會被其他人吸到 因而可以製造一個很大的爆發 那我昨天也講過一次 在望月樓那裡講過 其實望月樓它做得很好 所以它200人裡面 都是只有7到8個人感染 就是由一個傳給7個 那那個數值 那那個數值呢 是講到3、4個巴仙 但是調回來 你看之前 K11的廟師那裡 那間酒樓 它是講的是三十幾個巴仙 即是三分一的人 四十個人 是感染到的 所以其實現在呢 我們所講 食環駐 他們給所有食肆的指引 應該去 那個先鋒流量多少 應該用這個空氣清新機 其實那些全部都有效 但很不幸在這次 這間的食肆裡面 是它沒有開到那個先鋒 因為在早上 在那時候 他們的煮食 其實不是很需要的 因為他們只是煮一下三文治 通粉那些 它不是開鍋炒菜 炒菜 那些 那些就要 他們會開完那些系統 再一次聲明 其實呢 所有食肆 甚至所有學校 所有公眾聚會的地方 那個空氣的調節 是非常重要的 那個先鋒好 那個空氣清新的系統好 是非常重要的 不可以完全減到 所有的感染 譬如大家坐同一台 在隔壁 好像這位女士和她兩位朋友 一定感染的 因為坐到那麼近 但是你看到就是 如果你不是坐到那麼近的那些 事實上如果你的空氣系統做得好 沒有死角位 沒有空氣淨子的情況之下 有好的對流 有好的空氣清新的話 於是那個爆發的風險是低些 所造成的傷害也少些 是想問一下餐廳的 親鑼絲 進這個餐廳的時候 有沒有用到安心出行 還有其實 這個要找到 張醫生 是的 都想問一下 親鑼絲有沒有用到安心出行 出入這間餐廳 那個餐廳的通風為不夠 還是都要負責任 我們就由她的八達通的紀錄 就知道她來過這個餐廳 我問回她 她都記得有來過的 在安心出行的紀錄 那天可能她沒有 都未定 這個我們都要再問回她 補充一點 剛才我們說初步陽性的個案 跟她一起吃飯的有兩位 一位我今晚都說過 她是住在這個 北角天候廟道翠聯閣 另一位就是住在 北角和府中心十五座 那這位住在北角和府中心十五座 那位的先生在檢疫中心 因為一起送了過去 都是初步陽性的 那同一時間吃東西的 即是一、二、七、五、四 在八點十至九點十 那段時間吃東西的 大概就是有十多位 即是十位左右的顧客 那我們都會根據那些八達通資料 如果有的話去找一找那些顧客 那在這裏都想呼籲一下那些市民 即是如果在12月31號 8點50分至9點50分之間 如果你記得你曾經來過這家 即是這家綠田園吃過早餐的 就請你們聯絡我們 我現在是有幾多個客人在裏面 還有今天拿了些什麼樣本去檢疫 是他們是需要檢疫的 因為剛才教授都說了 其實那個裏面的通風 還有現在的情況 都覺得他們是高危的 那大概十位左右的 聽過職員說 那當然還有些職員 當時都是在場的那些 他們都是需要接受檢疫的 在追查上有沒有難度 其實十幾位裡面 現在目前的民眾有沒有人 追查有些難度 因為吃早餐 它不是個個都用八達通的 那我們知道它有一些收費的紀錄 知道大概有多少人 但是有一些就是有用八達通 那裏面好像都沒有CCTV的 所以我們都要看看還可以怎樣追 當然都呼籲市民 可能都在這裏的街坊來的 如果在這裏吃過早餐呢 就是聯絡我們 有沒有說這個初遇陽性的那個 女人的那個資料 和他先生的那個資料 有沒有很多的問案 他就 他住在北角和府中心15座的 我詳細的資料都沒有 那他就是62歲 那可能先生的手上都沒有資料 那我們可能晚上都會有資料 那裏面就是 你就是只是早上吃早餐 那如果是其他階段 就是可能市那些 想不需要都做回檢測 當然你擔心的話 都可以去做檢測的 不過我們就覺得同一時間 在這個時段的時候 吃東西那些是最高危